台股2021年表现亮丽 2022年平均殖利率渴望破4% 由于通膨议题持续发酵 2022年的殖利率很有讨论性 尤其现在到2022年第一季 通常都是高殖利率股票容易发动的时机点 这里分享七档 预估高殖利率的股票 以下资讯仅供参考 并非投资建议 1.2891中信金 中信金2021年前三季累计合并营收1364亿元 税后存益465亿元 中信金前三季EPS已达2.33元 累计前11月合并税后盈于518.92亿元 年增率达28% 每股税后盈于EPS为2.61元 预估每股股力渴望达1.3元 预估现金值利率约5% 中信金2021年前11月税后盈于较去年同期成长28% 子公司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累计前11月税后盈于为269.58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7% 台湾人寿累计前11月税后盈于为233.33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42% 中信金控表示 银行存放业务都能维持良好 财管手续费收费产品多元及数位化创新服务 较去年同期有双位数的成长 在保险业务方面 保险销售动能加 投资业务应掌握市场趋势 操作表现良好 保险获利持续创新高 2.2337旺宏 旺宏 旺宏2021年前三季营收360.28亿元 年增22% 毛利率39.4% 税后存益82.7亿元 年增98% 旺宏前三季EPS已达4.48元 全年EPS预估5.2元 预估现金值利率约6% 旺宏是世界最大唯独记忆体制造商 市占率超过5成 与策略性客户人天堂 Nintendo 关系良好 多年来都是人天堂唯独记忆体的主要供应商 近年人天堂Switch及游戏卡侠热卖 旺宏ROM营收益随之成长 在Switch创下销售新高的2020年 光对任天堂的销售就占旺宏营收的4成 因此旺宏常被称为Switch概念股 2020产品组合唯唯独记体41% NorFlash 42% NantFlash 10% 其余为晶圆代工7% 3.371日月光投控 日月光投控2021年前三季营收3970.61亿元 年增21.02% 毛利率19.51% 税后存益329.92亿元 年增88.01% 日月光前三季EPS已达7.66元 日月光投控此次出售的六家字公司 在微海、苏州、上海及昆山共有四座工厂 预估交易可认列出分利益約6.28亿美元 约新台币174.84亿元 约可移住每股盈余4.06元 全年EPS预估14.06元 预估现金值利率约6.88% 封册龙头日月光投控应5G 员工智慧、物联网、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等应用晶片需求持续强劲 日月光对明年释出乐观看法 预期整体市场需求仍稳健 加上委外代工的趋势 有助于市占率攀升 日月光投控预期明年业绩持续成长 电子代工服务营运将较今年改善 在资本支出方面 今年持续在台中投资 以比重来看 台湾占85% 中国及其他地区则约15% 从应用方面来看 今年对打线封装领域的投资额较去年增加2倍 日月光投控明年将转向投资高阶封装领域 明年车用晶片需求持续增加 相关资本支出有机会再增加 但多数将较着重于先进封装及测试投资 4.2347 联强 联强2021年前三季营收2849亿元 年增21.6% 毛利率4.4% 税后存益142.2亿元 年增150.2% 联强前三季EPS已达8.53元 全年EPS预估10元 预估现金值利率约7.3% 联强今年加速建构营运管理服务平台 提供供应商与客户完整的商务合作模式 强化供应链上下游合作的顺畅度 并获Fitbit JBL Canon Nikon等国际大厂青睐 产品组合优化下 毛利率同期新高 海外地区方面 联强第三季美国 日本、印度、中东、非洲、泰国、越南等海外市场 韧列收益8.5亿元 年增47% 联5季新高 其中 越南大幅成长70% 印度、中东、非洲年增62% 美国与日本也有45%年增幅 展望本季 联强表示 第四季未传统旺季 家用市场买器将延续至年底 受疫情影响低延的企业与政府采购预算 将在年底前加速执行 加上新产品上市带动升级 换机需求 估本季 今年全年渴望再创高 5.3481 群创 群创2021年前三季累计合并营收2776.51亿元 年增40.8% 毛利率29.4% 税后纯益516亿元 群创前三季EPS已达4.99元 全年EPS预估6元 预估现金值利率约13% 展望第四季 群创说 由于中国的双减双控政策 及全球运输动能不足的不确定性 引运面临新的挑战 大尺寸面板部分 电视面板产品进入传统淡季 然年底适逢终端市场购物档期 如双11、黑色星期五、双12、圣诞节等假期 或将带动部分产品库存回补需求 IT面板产品的需求仍维持稳定 中小尺寸面板部分也因传统淡季 造成客户备货需求降低 公司预估第四季整体面板出货量相较于上一季将减少 公司将动态调整产品组合 提升产品附加价值以优化获利 同时进行数位转型及技术创新 降低产业循环影响 6、2409、友达 友达2021年前三季累计合并营收2777亿元 年增45.8% 毛利率26.35% 税后存益506.75亿元 由去年同期的亏损50.59亿元转盈 友达前三季EPS已达5.33元 近期法人报告中估友达全年EPS有望达6.56元 预估每股股力可望达3.28元 预估现金值利率约14% 回推友达今年第三季财报表现持续耀眼 单季税后存益达193.1亿元 即为减1.1% 较去年同期的28.94亿元大幅成长567% 每股税后存益为2.03元 单季毛利率为27.67% 即减1.07个百分点 但年增17.08个百分点 友达近年推动双轴转型的效益逐步显现 尽管第四季是面板的传统淡季 但友达在商用、公控、健康医疗及客制化车载的需求强劲 其中电竞用面板出货量更成双倍成长 消费性产品下修的面板订单 正好由需求强劲商用、公控、健康医疗及客制化面板订单补上 友达电视面板比重今年第二季已降至26% 下半年仍会再往下降 但是高端的85寸窄边框电视面板 友达是全球独家供应商 出货比重人成长 希望借此降低景气循环冲击 创造稳定获利 7.2603 长荣 长荣2021年前三季营收3334亿元 年增134.15% 毛利率60.11% 税后盈余 归属母公司1582.79亿元 年增1347.32% 长荣前三季EPS已达30.27元 全年EPS预估45元 若2021及2022年都配发当年度所赚一半为现金股息 以及配发22.5元及27.5元现金股息 以目前股价来算 值利率将超过15%到20% 长荣受惠运价上涨 运能增长等力多 搅出亮眼的成绩单 值得注意的是 长荣不论是第三季或累计前三季 包括获利、营收、EPS和毛利率四项数据 均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尤其第三季表现强眼 长荣每日可赚上8.7亿元 货柜航运产业景气因赛港 缺供、欧美补库存等因素 市场运能供不应求 第三季运价仍维持高档 加上第三季新船投入营运 易助成长动能 如第三季分别有 2搜2.420,020尺货柜 2搜1.2万 2搜2,600 及2搜1,800 新船投入营运 其中2.4万 是投入当前最赚钱的欧洲航线 让长荣在欧洲线所向无敌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事实上2021年预估高值利率的股票 还有非常多档 若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订阅加分享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